你不用這樣子 一堆男女到台南這間營樓 準備依舊換新買金戒指 不過買賣沒做成不歡而散 顧客指控店家 老闆從原本笑臉迎人 最後把金飾給收起來 還跟他大小聲 最後丟下一句 可以接受就買不要也沒關係 就去吃飯了 實際詢問這間位在台南新門路的營樓店 老闆說當時顧客要買這個五千多的戒指 包含要改借為的工錢要四萬八千兩百六十元 顧客拿來要變賣的戒指三千多 收購價兩萬六千八百一十五元 價差兩萬一千四百四十五元 老闆給了一百四十五元的優惠 對方卻想要殺價一千多塊 老闆說當下覺得殺價太誇張 的確散門大聲點 事後也向顧客道歉 不過買賣沒做成 還被留一心負貧 實在沒辦法接受